開球過人 近視了破網 小小球員在球場上 展現草上飛 跟大力金剛腿 雖然年紀小小的 但拼近百分百 不論是進攻 或是防守 都獲得在場人 滿堂彩 我也可以踢 踢啊 怎麼讓球進去 強球 在敵人不注意的時候踢 我的小孩今年是第一年 那我去年有來看過了 然後其實這個活動 非常的有益 我非常的鼓勵小孩子 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其實基隆 真的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有這種 有這種場地 可以讓小孩子玩 那這個足球 迷你足球 其實很安全又很健康 基隆市迷你足球競賽 在三號國小開打 總計有36隊報名參賽 包括幼兒組 國小組 每支隊伍選手 都全力以赴 我們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跟迷你足球協會合作 辦理的基隆市 迷你足球競賽 這個競賽 今年已經到了第四年 那我們每一年的對數呢 一年比一年成長 今年 國小總共有九隊的隊伍 幼兒園總共有27隊的隊伍 總共有36隊 是 現時報名的上限 也是我們歷來的最多隊伍 那迷你足球我們總共有分成兩組 U6的這個隊伍是指幼兒園的部分 那U8是國小的部分 那我們是用足球氣墊的方式來進行競賽 那 在試賽完了之後呢 我們還會有隊伍 獲得冠軍的隊伍 可以參加全國的小小世界盃的競賽 我們每一年都投入了相當多的經費 來鼓勵學校推動足球運動 迷你足球賽 就是有六歲組 中大班的小孩子 還有U8組 小一小二的小朋友來參加 那五人制的比賽呢 它是使用這種充氣式的氣墊球場 那首先它是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的話它相對就很安全 那再加上很多小朋友一開始 他不會踢球 沒有學過踢球的技巧 所以我們用這種充氣式的護欄 球會一直彈進去 不會出界 都不需要撿球 所以很緊湊的 一場二十分鐘的比賽裡面呢 小朋友就可以很快樂的在裡面玩球 然後同時又很安全 然後又可以進行一個 很有趣的團體競賽 為期兩天比賽 在三號國小 風雨操場舉行 完全不用擔心天候因素 小朋友可以放心的踢球 金融市長李宥昌 立委蔡思英 特別出席活動 和小選手一起舉行開球儀式 我想這幾年來 我們在蔡思英委員的幫忙之下 跟中央爭取了很多的經費 在學校裡面建置這個風雨的一個操場 那所以讓我們小朋友呢 在學校裡面要運動或者體勢能 就不受基隆風雨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特別也已經連續三年了 在基隆舉辦這個迷你足球賽 那因為小朋友現在比較缺乏這種大的 大肢體的這種運動的機會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推廣 讓所有的參加的小朋友 這個身體的這種鍛鍊 其實非常的有成果 所以今年我們特別要舉辦 那看到小朋友的技巧啊 還有拼搏的這種精神各方面 其實都跟之前進步很多 所以這個我們也會繼續的把它 在各校推廣下去 那特別現在是因為是幼稚園 之後還有小學 所以我想這樣子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 成長得更加的健康 那過去這幾年 適應在中央幫忙基隆市政府爭取的接近一億 基隆市的體育設施的改善 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 深澳國小的風雨球場 都是在這一波的改建過程當中 我們把它完成的 所以說今天雖然有點下雨 但是對於小朋友來講 他們的運動也不予缺乏 那這個未來適應會繼續來推動來努力 那第二個就是說 過去這幾年來 行政院推動的 慢慢有冷氣 甚至又平板 然後慢慢有網路等等政策 也獲得一定的功效 也讓我們學生的競爭力來提升 那現在另外有一件事情 也是未來適應要持續推動的 過去這幾年 我們的右昌市長 加上教育處 也在努力推動 我們學校的國際交流 那未來適應會把這個列為重點項目 過往我們提到學校的國際交流 可能就在大學那個城市 我未來希望能夠延伸到中小學 也能夠推動國際交流 讓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下一代 都站在我們的肩膀之上 看得更高 看得更遠 那適應會在這個部分繼續來努力 迷你足球 還有小選手在球場上 盡情的追趕跑跳碰 在高規格又安全的場地上 盡情享受運動樂趣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好 好 好